端端上面 教學論壇 第一次如果你今天有填一面我會直接寄給你 第二次的話請你自行加入進來 那你第一個要先登入Google帳號 申請會員資格告訴我的名字 如果在清單名單裡面我就幫你加進來 以後的話他會自動轉信給各位 第二的話呢講義部分 PDF檔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請你自行列印 如果你 覺得你要習慣無止話 你就手機平板上面看就好了 打開來有沒有像我剛剛講的那個簡報內容都在這上面都有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 講義裡面的東西可能是比較固定的 那如果我們會隨時update的話 其實我建議各位直接看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是我每一次上課 的內容 所以基本上有 第一個 請你打開什麼雲端白板的建置Python的環境 的這個章節 就是先把 我剛剛講的1 再來安裝喔 那安裝的話請特別注意喔 啊 細節很多喔 你不要 有打勾沒打勾 或者是選錯位置 真的就麻煩了 差一個步驟就差很多了 所以我這邊會框起來告訴你這邊一定要注意 那首先的話 剛剛你已經有把東西下載下來了 那所以呢我們第一個呢先把Python 把它 找到 這個 點它兩下 它就會跳出安裝環境 請特別注意喔 它是32bit的 OK 好像也沒有64可以選 只有32 那請記得喔 1 它預設的路徑 是幫你 放在這裡 C底下的user 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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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喔 直接按下去 完蛋了 以後要找找不到 因為 太長了 所以我的建議是 請你不要裝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裝在C底會復原 因為這邊環境會還原喔 所以請你裝在D底 不然下一次你來又要安裝一次 來又要安裝很麻煩對不對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 手動 選取你的那個目錄喔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怎麼樣呢 先 等一下 貝殼一下 這個記得要先打勾 這個沒有打勾的話很麻煩 因為你要手動 去增加那個路徑那個PACE 很麻煩 那個PACE的話呢 以後在文字模式打指令的時候呢 就不用設定了 特別是要這個一定要記得要打勾 然後這個 請你選擇什麼 制定 這兩個要注意喔 然後按下 再來的話就NAS 關鍵來了 他會問你說請問一下你要安裝到哪裡 預設是C底下這個 請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 C改成D 然後呢 這一串東西都不要 留下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OK 意思就是說我裝在D疊底下的這個目錄就可以了 OK 然後呢他也會幫我自動增加一個PACE 然後按一個install 這樣就OK了 記得喔 安裝那個Python 你不要裝錯 因為同學常常就直接按一下NAS 然後 完蛋了 以後要找找不到 OK 所以請特別注意 但如果你裝錯了就移除掉 重來一次就好了 OK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先把 Python的環境先建置起來 那裝好之後呢 他會給你一個什麼呢 一個 Python的環境 也可以打城市 也可以compire 不過 他的環境是怎麼樣呢 是屬於陽春版 而且是記事本 那以後如果叫你在記事本寫城市 看很多人會瘋掉 為什麼 太陽春了 沒有彩色 人生就黑白的 像VBA你習慣之後有沒有他打什麼他顏色都會變嘛對不對 而且如果錯了他會告訴你 但是呢如果他用預設的環境 錯了他也 就跳一個訊息 也不會說debug讓你很舒服 可以知道 對 所以第二步我們會需要什麼 一個像 那個什麼呢 VBA一樣 很棒的一個什麼呢 像VBA裡面你會發現 我們在那個 Excel VBA裡面 他的環境就很OK 怎麼說呢 打開之後的話 就把他close掉 那你會發現呢 什麼功能都已經有了你什麼事情就不用做 像Excel裡面呢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什麼呢 把那個開發環境 把它建立 再打開 這邊呢只要讓他什麼 顯示那個其他命令裡面的那個 就是開發人員嘛 制定功能區裡面的開發人員打開之後有沒有 其實基本上呢 你的IDE就出來了 點他有沒有 Visual Basic 就跳出來了 你就可以開始寫程式 但是Python 給各位看一下 Python 你剛剛裝起來之後的話 他有裝了嗎 但是他給你什麼東西呢 有給你東西 給你這些東西 這是說明檔 這是文件 有沒有 另外他有個idle 你可以把它執行起來 他意思就是說 怎麼樣 他叫你在這個環境寫程式 他怎麼寫 我教各位 A 比如說假如 A等於5 Enter 他就建了一個A的變數了 B 等於3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A加B等於多少 那就加個sum sum的變數等於什麼 A 加 B Enter 所以sum裡面等於多少 8 沒問題啦 那接下來你要知道結果 所以你要什麼printer 所以你就打一個printer 錢瓜糊 然後把什麼 把sum 放到裡面來 Enter會怎麼樣呢 8就出現了 OK 如果叫你這還算只有4行程式而已 可是以後如果很多程式跑回圈在這裡跑 可以 只是 寫起來程式就沒感覺了 而且他也沒辦法幫你存檔 對不對 沒辦法管理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會需要一個更好的ID 可以像什麼呢 像那個VBA裡面的按右鍵 插入模組嗎 有沒有 再跳出來了 然後你還可以插入程序 程序假如我要寫一個sub 那我就寫一個AA的sub 他就開始寫了 有沒有然後還可以自換顏色等等的 但是問題 Python怎麼做 接下來我要教各位 其實 用Python之所以麻煩 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他的ID非常多種 網路上很多啦 什麼可能那本介紹書裡面有什麼 Jupiter 或者是 Spider 或者是什麼 PyTron 但是有些要錢 有些不要錢 有些陽春 就是好用不好用 各自有各自的優缺點 那哪一套最好 後來發現有一套 就叫Eclipse Eclipse 這一套東西其實是IBM他無償捐出來的 IBM做了一件 很佛心的事情 這套軟體的話 第一個他是 自由軟體 沒有費用問題 第二個他開發 環境非常的成熟 因為以前我用過 像開發 C++ 或者是Java 或者是Android App 或者是PHP 或者JavaScript 通通都可以用Eclipse 那Python 也可以 所以我後來發現 用Eclipse 應該是我目前 用起來算最順手 所以接下來 我就教各位 你要怎麼樣把Python 再跟一個 搭在一起 我剛剛講 這個跟自助餐 有點像 那個什麼呢 你VBA就有點像你上餐廳 你就坐在那裡就好了 打開 什麼東西 都OK了 但是 Python沒有啦 自助 你要什麼都自助 這個概念要清楚一下 我講到這裡好像感覺 兩個比起來 還是 那個 Python 麻煩很多啦 不過 這叫 你如果要 你要方便就是要付錢就對了 可是如果你又不想付錢 又要方便 怎麼可能 對不對 沒有這種 天底下沒有這種事 可是問題就是現在 好像台灣最多人問就是 老師有沒有什麼不用錢 然後又什麼東西都有了 OK 那所以呢接下來請各位 再切到哪一個網站呢 就Eclipse這個網站 然後網址的話 要不你就打Eclipse 要不你就打什麼呢 這個他的網址這樣你可以Google Eclipse 這個 ECLI 就日時 應該記得起來這個網站 日時 Eclipse 日時 好像那個 最近出了一台 Mitsubishi的車子 休旅車 好像就是這個 名稱 對啊現在是休旅車 我聽說那台車風評不很好 好看 那 狀況 好不好 這不重點 重點 這個東西 但基本上 這個Eclipse 狀況就沒有很多 我是覺得他穩定 不用錢 不過這樣感謝IBM 因為IBM無償的把它捐出來 那只是進到這個網站之後的話 基本上呢 他這邊會列出很多啦 所以你可以進到Eclipse的網站 這邊有個Download Download 我們要的ID 但是我剛剛講過 他可以開發很多東西 開發什麼東西呢 這邊的話 你往 Download 然後你往這邊的話 他有那個 奇怪 進來之後 看先 往下找 基本上的話 我們是從 底下有沒有 還是進Download好了 Download裡面 然後呢 這邊的話 會有Download64bit 不過我講過 還用3色 所以 選他下面這一個 Download package 那Download package 進來之後的話呢 他會顯示出 很多個版本 比如說 For Java For C++ PHP 有沒有 但是 基本上 應該要有一個 For Python 但是目前 很抱歉 他還 沒有加進來 所以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我們選一個 For什麼呢 For Java的 因為Java 好像他的檔案 最小吧 180 其他好像都300 300多 所以你選 第二個 For Java 那我們主要就是 拿這個 把它加一個 套件 讓他也可以開發 Python OK 以後我想 應該會有一個 直接就是 For Python 只是目前他可能還沒有 跟上 OK 所以 請你下載這個 For Java 第二個 然後呢 請你選32位元 點下去 他就開始下載了 OK 那我這邊已經下載了 OK 剛剛已經下載了 我們這邊下載還蠻快的 下載完之後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下載的 Eclipse 這個 這個檔案 把它直接 怎麼樣 直接 我是建議直接把它call到 直接call到 低疊 根木屋底下 在根木屋底下做解壓縮 我把它貼到這邊來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我剛剛貼上在這邊 這個 然後你就直接按右鍵 RAR解壓縮致詞 不用解壓縮到那個目錄啦 因為多一層 解壓縮致詞 解出來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多一個叫 Eclipse的目錄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開發環境 但是呢 他現在跟Python是 兩個沒有關係的東西 所以 等一下 我們要做什麼 就是再把Eclipse 跟Python 串在一起 但是要做好幾個事情 OK 你差一個步驟做錯都不行 OK 記得 所以請各位 剛剛我做了幾件事 一 安裝那個 Python 對不對 如果你有些細節漏掉的話 請你參考雲端這邊有 這個 這個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試一下 我剛剛 打的啦 有沒有打的程式 你也可以試打 不過這個可能很多同學都略過了 因為好像在這邊 打程式有點 所以呢我們可以選擇這個 Download 記得選32bit 好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 第一個 安裝Python 第二個的話呢 下載 Eclipse 記得選那個 比較小的啦 其實你選哪一個 一個都可以 只是說檔案 大小的問題 然後呢 你就for java的那一個 我是建議選32位元 如果你選64位元 將來可能你這個東西要搬到 32位元環境下就不能執行 好處是 64 32 都可以用 現在我發現 Python本身就32了 所以乾脆就一致 全部都32 這樣問題會比較少 我來選擇了 自由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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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我 不知 可以選擇 安全 有人 你